去年这家承包景大 还有玉达科技大学等等 多家学校团善的工厂 这一回呢 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 没有想到这个闲置 在工厂里头的设备 居然呢 遭到同业给悄悄搬走了 而且当初全新的设备 这个市价高达900多万元 没想到这个窃贼到手之后呢 竟然当成100多公斤的废铁 见价5000元卖掉 工厂里还留有偷来的 器具锅子锅炉洗手台 这些设备是落网的 王姓贤犯和老婆 这个月前后两次到一家 已经倒闭的团善工厂里头来的 暂时没有经营的一个团善公司 那戒业期间 被犯贤以大搬家的一个方式 把他所有的锅炉机具 横扫一空 这些设备新购入的价格 都在900万左右 嫌犯拖到手后 却当作100锅公斤的废铁 见价5000元卖出 这个犯贤本身也跟团善有相关的一个产业 把机具部分留 大部分留着自己用 那其他小部分也有贩卖的一个情形 被托的团善工厂空荡荡 这家遭窃的公司去年承包警察大学 玉达科技大学等多家学校的团善 后来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倒闭 负责人也不知去向 没想到闲置在工厂里的设备 居然遭同业给搬走 警方已经将嫌犯一切到罪嫌寒送法办 中文新闻简正风节外如桃源采访报导